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十月尾 我们即将步入每年年末都会遇到的这个 镇雨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雨刷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分享几点关于雨刷的小知识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个 雨刷是不需要立起来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车子停放的时候 都会把雨刷立起来 因为有传说玻璃的热度 会让这个雨刷的软的地方出现这个品质的变质 因此影响它烧水的这个功能 但是实际上根据我们像HELA的原厂工程师询问 其实原厂在设计雨刷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个范围 就算是你不把它立起来 其实它也是会受热的 所以立不立起来 其实对雨刷的这个功能性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第二点 橡胶雨刷跟silicon 硅胶雨刷有什么差别 我相信大家在选择雨刷的时候 都会在这两种材质里面进行选择 那么silicon 跟橡胶的雨刷有什么差别呢 silicon 雨刷因为材质的关系 所以它在抖动的时候 它会在大气上面留下一个叫做 输水材质的涂层 简单来讲它的功用跟MD-Rain有一点类似 但是如果你选择的silicon 雨刷是品质 跟价格比较入门的话 那么这个雨刷留下的涂层就会增加阻力 当你的雨刷在运作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雨刷出现跳舞的情况 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影响这个烧水的功能性 还会产生噪音让你反噪 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雨刷的MOTO 也会加速损坏 所以其实品质价格入门的silicon 雨刷 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选择雨刷的话 千万要记得这一点 第三点 橡胶 雨刷的扫水功能性 会比起入门级的硅胶 雨刷更好 我们都知道橡胶的排水性 跟防水性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采用橡胶材质的雨刷的话 效果自然是非常的好 如果你拿它来跟一些品质跟价格 较为入门的硅胶 雨刷相比的话 那么这个橡胶 雨刷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你找到高品质的硅胶 雨刷的话 那么它的效果反而会比这个橡胶 雨刷好 但是在价格方面的差距就非常大的 它们的价差甚至可以达到10倍 所以说这个橡胶 雨刷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 第四点 有股 雨刷跟无股 雨刷有什么差别 其实市场上都有这两种雨刷可以选择 一种就是我手上的无股 雨刷 另外一种就是有铁支架的油股 雨刷 无股 雨刷的优点在于 它的这个伸缩性很强 因此可以更服贴的贴附在这个大镜上面 因此在它少水的时候 这个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而这个无股 雨刷 目前仅在部分的新车款上出现 如果你的是旧车款的话 它采用的大多都是油股 雨刷 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下这个无股 雨刷 所带来的快感 其实还是可以的 今天呢 我们就有一个产品要介绍给大家 那就是这一个 HELA 的 CREEN TECH 无股 雨刷 它拥有德国科具 效果非常的好 重点是 你买的时候 它里面附送了非常多的转接头 原厂宣称它可以 cover 目前市场上 90%的车款 也就是说 就算你的车子原本都不是采用着一个无股 雨刷 那么更换了这个转接头之后 你也可以使用 而且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这个是我本身的亲身实验 不过目前有一些热门车款 还不提供适用的型号 例如说 PROTON 的 S50 和 S70 但是原厂已经在加紧开发送 所以很快的就可以买到 这两个型号的无股 雨刷的 如果你不喜欢无股 雨刷 你想要使用原本有铁价的有股 雨刷的话 那么 Hela 其实也提供了相同的产品 那就是这一个 PREMIUM 2.0 的有股 雨刷 效果同样的也非常的出色 从几日起 只需要登录 Auto to your don't mind 的话 你就可以享有10%的折扣 这个10%折扣 包含了所有 Hela 的产品 包括雨刷 还有这个头灯的灯泡等等 在折扣了10% 之后 让他们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重点是你只需要购买特定的产品 例如说这个 CRINTECH 的雨刷 那么 Hela 的客服将会联络你 并且提供你一个 QR Code 除了在 Auto to your don't mind 可以参加这个 Lucky Spring 必赢活动之外 在 Hela 的线下商店购买指定产品 同样的也可以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哦 这个活动中 你只需要参加就可以赢得奖品 而且有非常多的奖品等待你赢取 千万不要错失良机 而且在优惠期的时候 选择 Hela 的产品 你还可以享有西马包邮的超值优惠 至于东马的朋友 因为你们的产品要坐飞机 所以需要一个 8 块钱的邮费 其实还是相当划算啊 OK 接下来话不多说 我们去 demo 一下 这个雨刷怎么样安装在我们的车子上面 要更换雨刷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你只需要更换你车款速使用的转接头就行了 如果说你不懂你的车子使用哪一种转接头的话 那么你可以通过包装后面的 QR Code scan 一下 那么里面就会有说明书 看这说明书就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示范一下怎么更换 这个记得要小心哦 因为如果它不小心打下来的话 会打爆你的大劲 非常的简单 我们下期见 就是个人的按钮 这个不小心 这个不小心 我现在就会帮你帮助切里面 我现在就会帮你帮助的 我们下期见